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公开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 对此纽约兰总理希金斯不认同 而根据纽约先驱报 希金斯25号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 不只将和习近平会晤 本次还将造访北京、天津和上海 参与一系列商贸和民间活动 他也将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 同时出席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本乡大力推广纽约旅游和教育 而这也是继2019年前总统阿尔登访华之后 再次有纽约兰总理造访 二月初才和希金斯讨论对华关系的澳洲总理埃班尼斯 在好邻居纽约兰出访大陆之后也接着表态 埃班尼斯宣布会在适当时机确定好访华日期 六月初埃班尼斯才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对话上表达对中澳关系的重视 25号受访时 他不止重申中澳双边贸易的重要性 更对于遭拘留在北京的澳洲华裔记者兼主播陈磊表达关切 陈磊已身陷领域超过1000天 埃班尼斯也再次呼吁 北京当局应该释放陈磊好让他能回到澳洲 埃班尼斯也再次表示会持续努力消除中澳两国之间的贸易障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